大家好,我是動音走橋的鮑勃 聽到北路應該就會想到金澤的歷史文化以及海鮮 或是栗山的雪之大谷吧 我們這部影片就帶大家深入的玩金澤以及富山 來嘗有趣的四天三夜遊吧 那我們就看下去囉 無論你是從東京或是其他城市來到金澤 我們大概就估個早上9點左右來到金澤車站吧 頂達金澤車站後 我們直接走路16分鐘左右 到靖江丁市場 吃壽司當早中餐 早點吃也比較能夠避開人潮 我們選的是回轉壽司百名店 茉莉茉莉壽司 金澤海鮮好吃的原因有幾個 最主要的原因是金澤的地理位置 石川縣海域的水質好 而且富含鹽份 同時也是暖流與寒流的焦魚之處 是很多暖水性跟冷水性的魚群聚集之處 這家茉莉茉莉壽司的分店 就在金澤的廚房進江丁市場內 價格真的非常合理 你們看這魚的油花 這蝦的色澤 然後這個海膽的賣相 是鮑勃吃過的回轉壽司第一名 吃飽了之後大概上午10點半 我們開始今天滿滿的行程 金澤不是很大 所以用走就可以玩遍市區 但切記先規劃好行程 才不會來來回回的跑金店浪費時間 我們先往金澤城公園的方向走5分鐘 再靠近金澤城公園黑門口 有一家評價很好的咖啡店 叫做金澤屋咖啡店 這家店的設計有種丁家的感覺 與周邊的公園完美的融合 還曾經獲得金澤都市美文化賞 大家可以在這家店買杯自家兼備的咖啡 提升一下 金澤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天正11年 在2006年金澤市為了將金澤城的歷史文化遺產傳承 並與建六園共同成為金澤的地標公園而開始整修 整修過後的城池非常的有美感 重現了安正時期的景觀 除了城池以外 園區也有超過500多種的植物 也是散步的好去處 是2015年3月 據江戶時代末期的樣貌重現的日式庭園 庭園包含三隻玩廣場在夜晚的時候都會點燈 我們今天結束所有行程後還會回來這邊 我們就從玉泉院玩庭園離開吧 大概12點左右我們來到了尾山神社 這裡創建於明治六年 光奉家賀凡歷代凡主 最有特色的建築是1875年所建造 被列為國指定中藥文化財的神門 財日式、中式、陽式的設計 第三層的壁雷針的設置也是日本最古老的 我們從尾山神社大概走個10分鐘來到尖六園 我們進園之前可以先在紀念品店休息一下 剛剛吃的迴轉壽司應該還有飽足感 但應該可以吃一點點心 那就來吃個團子節節餐吧 尖六園是日本三大名園之一 為江戶時代大名的庭園 令人多任家賀凡主 而耗費長久歲月建造而成 庭園是回遊式建築方式 就是在腹地上建造池塘、人造小山、跟庭台 離開尖六園大概是下午3點 我們走了5分鐘左右 來到了Le L'Homme du Arche 這也是金澤塔北六園評分最高的甜點店 也是西日本甜點百名店之一 這家甜點店內容區可以直接觀賞石川縣立美術館的庭園景色 讓人第一印象就很好 甜點使用石川縣能登半島 以及北路這個區域的天然食材所製作 比方說低蛋白質、高氨基酸的玄米 或者天然鹽等等 盡可能讓人吃起來比較健康和負擔 甜點本身的設計也非常的洗練 並不是走誇張打卡路線 這樣人看起來非常的舒適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出頭 我們接到旁邊的金澤21世紀美術館 我滿喜歡金澤的地方是景點真的很集中 然後除了歷史以外 還有具有現代感的美術館 有一點像是上野公園那一區 也是歷史文化集中的區域 金澤21世紀美術館最有名的藝術品應該是 林德羅、惡力蛇設計的The Swimming Pool 由少往下看 像是充滿水的游泳池 利用地面以及游泳池內部的互動 來創造出人與人的相逢 現在大概下午5點 我們從21世紀美術館離開 走個15分鐘左右 可以經過長丁五家烏夫集看一下 這裡是家賀凡時代的 上、中階級凡式的四烏夫群 土屏跟石板路非常有歷史感 在這裡散步拍照吧 我們接下來來到了香陵坊跟片町這區 這區屬於金澤市的購物餐廳區 有時間的話大家可以在那邊購物買藥裝等等的 另外這裡有很多不錯的Bar 大家在這裡小作一番吧 晚餐我們就來吃Jigger Bar St.Louis 飲料或酒都不錯 食物也蠻好吃的 滿足 如果我們選擇飯店在車站附近 那晚餐後往回走的這條路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夜晚景色 長丁五家的夜晚多了一種更幽靜的感覺 尾山神社原來頂層是亮的 如果是週末的話金澤城公園夜晚也有打燈 跟白天看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在這裡看美麗的燈光秀 絕對是金澤第一日最棒的結尾 大家早安 我們第二天大概早上九點起床 早餐給三種選擇 第一個就是飯店的早餐 包婆這次住的商業旅館Forza飯店 有利用石川當地食材所製作的吃到飽早餐 很不賴 第二種選擇就是回到金江丁市場吃上午新鮮捕撈海鮮 所做的生魚片或壽司 第三種就是找一家不錯的咖啡店吃早餐 包婆來到迷屋咖啡店 這裡的起司蛋厚片吐司跟咖啡都很不錯 日文有自信的人 還可以聞聞看店家所提供的謎題喔 吃完早餐大概十點左右 我們來到了金澤另外一個超大景點 Higashi茶屋街 這裡是日本重要傳統的建築群保存地區 南北長約130米 東西長約180米 地區內的140棟建築的三分之二 都是江戶時代保留的傳統建築 這些建築改建了成的咖啡店 餐廳 以及手工藝品 都很值得拜訪 我們推薦一家甜點店叫做柏伊 是號稱元祖金箔雙琴的發源地 職人豪邁的就把一張金箔貼在雙琴上面 讓人看得就很開心 雖然一個要價將近900元日幣 但柏伊的金箔 好像比其他地方的金箔雙琴還更大更誇張一點 可能是錯覺 但還是可以跟朋友炫耀一下 下午的行程我們給大家兩種選擇 第一種是去Higashi茶屋街附近的卯城山公園健行 大家可以帶點點心到山上野餐 這個公園非常有歷史 大正三年二月的開源呢 一路上有不少歷史的遺跡可以關上 大概散步個將近一個小時左右 大家可以在山頂吃個點心 然後看一下金澤市的市景 下午三點左右我們回到Higashi茶屋街 這時候腳應該有點痠了吧 也該吃個下午茶 Café Tamon的建築 是一棟超過一百年的歷史丁家 改建了成的咖啡店 桌在宇多虛神社旁 是一家賣鬆餅的專門店 這家店使用金澤產的有機小麥製作鬆餅 吃起來有鬆鬆軟軟的食感 有一種自然的甜味 包伯點的稍稍豪華的金箔鬆餅 配上了金黃有美感的栗子 以及栗子泥 下方還有黑豆巧克力 可能是因為沒有加楓糖或糖霜 包伯覺得這個鬆餅吃起來不會過甜 完全不會膩 是一個色香味艱巨的甜點 那我們介紹第二種選擇 換完虛咖啡茶屋街後 我們可以回到殼六園附近 繼續探訪這裡的歷史建築 石川縣歷史博物館 是舊陸軍兵器庫 從專倉庫洞改建而成的 也是國家的重要文化財 博物館內有石川縣的歷史可以研究 國立公益館 於2020年10月 從東京搬遷至金澤 是日本唯一專注於傳統工藝的機構 展出了約1900件作品 重要文化財城傳閣 是家賀凡十三代凡族 前田齊太之母 真隆院的隱居所 現在改建成歷史博物館 那麼金澤的行程大概就在傍晚結束了 晚上有時間的話大家可以在 Higashi茶屋街 或是主祭丁茶屋街散步看看夜景 然後找個地方吃晚餐 但早點回飯店明天還要早起哦 我們大概就顧個早上9點左右來到富山車站吧 抵達富山車站後 我們直接走路15分鐘內 就來到大景點富山環水公園 現在超美的星巴克吃個早餐 富山環水公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美景 劇烈河畔以及草地非常的接近 店外跟店內皆以木頭為主的設計 家賀店使用大量的落地窗 在店內可以直接看到運河的美景 天氣溫暖的時候坐在室外吹吹風感覺更好 包住星巴克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 與1997年開源 特色是環繞運河的一個綠地 可以散步的距離總長約兩公里左右 是一個非常適合遛狗跟遛小孩的地方 整個公園的highlight是長58公尺 高20公尺的天門橋 這床三樓的觀景台 除了可以飽覽公園景色外 還可以看到遠方的麗山連峰 我們接下來來到環水公園旁 設計非常有美感的富山縣美術館 除了館內收藏很多藝術品以外 屋上庭園也非常適合小孩子玩耍的遊樂設施 也充滿著設計美感 現在已到了中餐時間 我們直接在美術館吃一間非常有設計感的餐廳 Bibi Bido Juli 簡單來說餐廳的概念就是把藝術 跟美食 融合在一起 餐點的部分使用了富山總共15個鄉鎮市的食材製作而成 Bubble Dior的Composition Plate 有肉、海產、野菜、蛋、米、味噌 分別放在不同的白色小碟子內 大家可以玩一下各種碟子的排列組合 創造自己的藝術品 另外其他餐點也都設計感十足 甜點也非常有美感 覺得是IG打卡的絕佳素材 吃完中餐大概一點半 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富山遊 富山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交通也非常的容易 走路或搭配路面電車都很方便 我們接下來的行程大致上都在一條直線的大馬路上 我就不贅述交通方式了 我們的第一站富山城址公園是市中心的綠洲 是一個綠嬰繁茂的公園 外圍有護城河 內有天守閣 是由富山繁千田家的居城 富山城的城址改建而成 大家可以拜訪天守閣的頂樓 看看富山市的美景 下午4點左右 我們來到富山玻璃美術館 這張建築是由世界名建築師威恩武所設計 外觀像是遠方立山連峰的沿脈 內觀則非常的氣派 一直可以看到不同樓層的層次 然後再由上方的窗戶打下來的光 照亮整個室內環境 以及大量的木造圓柱 讓整體有一種自然的舒適感 現在時間大概6點 也是吃晚餐的時候囉 這家連續4年得到 塔貝瑞瑞西日本百名店稱號的 已經服務在地人將近50個年頭 特色是超有嚼勁的烏龍麵 加上4種海鮮 以及北海道昆布所製作出來的醬汁 放在土鍋裡烹煮完成後 熱騰騰的放在客人的面前直接享用 包袱點的人計謀自烏龍麵 有比烏龍麵更有嚼勁的豬腸 真的好吃 很適合天氣冷的時候享用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回到富山環水公園看看這裡的夜景 到了晚上這裡的氣氛也很好 公園的打光也非常的浪漫 白天拜訪星巴克 晚上店面的打光 讓整間店看起來頗有時尚感 我們再度登上天門橋看看夜景 結束富山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我們起個大早 從富山車站旁的富山地方鐵道 出發前往黑布麗山 一路坐65分鐘的車到麗山站 電車從城市一路看往山區 欣賞群山環繞的鄉村景色 真是坐電車的浪漫 到達麗山站後 大家可以在乘坐麗山登山纜車前 在車站內的土產店買東西 或到車站萬三個步 買個富山白蝦可麗餅 接下來我們搭乘立山登山纜車 在這短短7分鐘之間 我們從海拔475公尺 上升502公尺 來到海拔977公尺的美女坪站 到這岸就已經可以看到 車站附近的殘穴 跟遠方山上的積雪了 接下來的交通工具 是這次行程的最大重點之一 我們要從美女坪站 一路坐巴士50分鐘 到標高2450公尺的士堂站 巴士一路往上開 我們就進到高聳的雪壁區域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觀 其實就是在每年春季的阿爾卑斯路線開通時 清除道路上的積雪而形成的 到最後500公尺的地方 就是知名的雪之大谷 聽說雪量大的時候可以高20公尺哦 試堂站是日本標高最高的公車站 車站有一些土產店跟餐廳 也可以在周遭走走 當然也可以走到剛剛車子經過的地方看雪之大谷 我們接下來搭乘立山隧道無軌電車 看起來像是巴士 但其實算是電車的一種 是不使用汽油的叫環保的交通工具 乘坐10分鐘的無軌電車 到了標高2316公尺的大關峰站 搭乘空中纜車 一路下降約500公尺 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威的雪山景色 享受這7分鐘的精彩體驗 跟纜車說再見之後 我們繼續往下降 搭乘黑布登山纜車 大約5分鐘左右 到了標高145公尺的黑布湖站 終於可以下交通工具走走了 黑布湖最有名的景點就是黑布水壩 為日本第一高出的拱形水庫 水庫的建造工歷史7年 工程前後共計1000萬人參加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大家可以吃黑布水庫的咖哩飯 我說實在以觀光景點來說真的蠻好吃的 然後買一隻雙淇淋邊看雪邊吃冰 看完黑布水壩 我們的黑布立山的行程也結束了 搭乘交通工具回到富山車站 離開富山前絕對不能錯過這裡的海鮮 我們來試試看這裡性價比很高的回轉壽司 富山海鮮好吃的原因就是從立山山頂充滿礦物質的血水 流入富山灣孕育了這裡的魚類 富山的職人每日嚴選當日新鮮的海鮮 搭配富山產的月光米 以及富山現在小屎不適 製作了美味醬油所做出來的壽司 絕對讓你欲罷不能 這個魚 這個海膽 這個蝦 東京很難用這樣的價格吃到這麼好吃的回轉壽司 吃完回轉壽司 我們就結束了精彩的四天三夜金澤富山遊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掰掰